为啥中国的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装着防盗窗 而老牌的欧美发达国家却从来不装 难不成我国社会的治安差到了这种地步 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太富裕 不会有财产丢失的风险 提及我国的治安环境 那在国际社会上是首屈一指的好 这一点令很多欧美人羡慕不已 在我国大晚上独自一人可以出门 即使是女生也大可放心 但在欧美 你要是大晚上出门不是被抢劫 就是遭到枪击 国外新闻报道 经常播出一些无差别杀人或者是商人的事件 而此类事件在我国虽然也有发生 但少之又少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可现实情况却非常难以理解 我国的防盗行业相当火爆 制作防盗窗的商家正的盆满钵满 客户订做防盗窗的订单 是层出不穷 一单接着一单 反观欧美发达国家 人家没有衍生出大规模生产防盗窗的行业 更没有人愿意装这些防盗窗 窗户上装上防盗窗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房间内的采光 而且看着也不美观 但我国国人为何愿意把自己 关在笼子一样的房间里呢 其一防盗窗顾名思义 就是为了防止发生盗窃事件 让盗贼们知难而退 保证房间内财物的安全 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刚刚实行的时候 国内的贫富差距瞬间拉大 当时国内的治安环境远没有现在这么好 盗贼坏蛋活动猖獗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 防盗窗才开始大范围普及 为啥我国百姓喜欢安装防盗窗 欧美国家却从来不装 难不成我国的治安差 人家的治安好 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的治安确实不太好 国内各地大大小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 层出不穷 公安干警们的压力山大 当时盗贼禁房子盗窃的事件 时有发生 许许多多的户主们 莫名其妙被砸烂窗玻璃 屋子里的财物也被盗贼们洗劫一空 因此当时防盗窗应运而生 安装上防盗窗户之后 被盗贼入室刑窃的几率就小了很多 家里的财物得以保全 虽然现在国内的治安环境 要比几十年前强了太多 但人们已经有了这个想法 后来这个习惯就逐步流传下来了 这是我国人爱装防盗窗的原因之一 我国国人之所以爱装防盗窗 除了让防盗窗发挥防盗作用之外 还能利用防盗窗干一些其他事情 发挥防盗窗的其他光和热 大家见过在防盗窗上养花的吗 见没见过 将防盗窗荡成置物架 晾衣服晾拖把的呢 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 防盗窗上放置这些物品 能大大减少房间内面积浪费 而且窗户处还向阳通风 但是如果没有防盗窗的话 那家里的那些闲置物品 就只能强行放到自己的家里了 所以就算新买的房子 很多人也要花钱 请人在窗户上打造一个防盗窗 即使自己家住高层 没有被入室抢劫的风险 也还是会有人家安装防盗窗 我国的治安环境这么好 但家家户户都会安装防盗窗 欧美地区治安差 经常发生暴乱事件 但是欧美地区 却很少能见到防盗窗的身影 这种情况 与人们的思想观念 和潜意识有关 我国国人从古到今 就注重个人财产的保护 以前的时候 那些富商们发财之后 就喜欢盖起身宅大院 把自己家的财产 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 国人有钱之后 想着的就是盖房子置地 从骨子里就是保守的思想 考虑的就是稳步发展 但外国人不同 外国人更加重视的是 投资和消费 他们挣钱之后 想的是怎么能利用 现有的人脉和资源 挣到更多的钱 思维比较开放活跃 秉承的是风险越大 收益越大的原则 因此 外国人不喜欢在房子上 安装这些固守的防盗窗 他们更喜欢走出去 再者说 外国人不进枪 而我国却全面进枪 如果有小偷胆敢 进入别人家里的话 那可能就是 再给房东送人头 在美国个人财产 受到保护 小偷们也不敢 私闯别人的房间 一旦入室 行窃被击毙的话 法院是不会追究 主人的责任的 所以防盗窗 在中国和欧美地区 出现两种情况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那么大家认为 现在国态民安 我们还有必要 再安装防盗窗吗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大家感兴趣 可以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